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愛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這是巔峰極速 旭哥今天要來分享這遊戲 最大量鑽石的拿法 尤其是這個無課玩家 白嫖超大量鑽石 看一下旭哥上面有1萬多鑽石 旭哥其實都是輕鬆放置玩而已 就可以拿到那麼多鑽石了 那還有很多的福利 像是這台法拉利亞這個神車 超帥的 也可以免費拿 還有各種的隱藏版的福利 最多的禮包碼還有各種的序號總整理都會在這邊 各種拿鑽石的方式 那禮包碼序號也可以拿到大量的鑽石 好最爽的攻略最爽的福利都在這集總整理分享給大家 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好旭哥這一集攻略呢要來講最大量鑽石的拿法 那首先呢 像旭哥現在已經突破了一萬鑽了嘛 應該可以拿到好幾萬鑽 輕鬆入手 首先右上角的任務呢 每日啊 這個一定要拿的 這邊每天其實可以拿到蠻多鑽石的 直接鑽一波有沒有 每天至少看一下 好幾百鑽嘛 全部解完之後還可以多拿一個210鑽 所以這個鑽石必拿 然後每周一樣 全部解完的話呢 有好幾百鑽 這邊加一加可能有500鑽吧 再加上這個150鑽的額外獎勵 所以每天每周 都將來拿可能就千鑽了 接下來呢賽季獎勵就是 算是整個賽季的 一個賽季大概好幾十天 可能五六十天 那這邊很多獎勵 好這個就是一個賽季的獎勵 那接下來呢右上角 新手牽到這邊 旭哥的法拉利F8還沒拿 這個算T0神車 極限組了非常帥氣 來拿一下 旭哥為了就是要入攻略就 想在這一集再一起拿就好了 不急 有沒有 順便白嫖一下法拉利F8 帥 極限組又多一台車 收藏加等級 變7級了 好拿完之後呢還有這個像是 額外的鑽石啊這些鑽石所以很多 那接下來我們還可以拿到這個 颶風小牛的升級 所以颶風小牛呢必養啊因為颶風小牛蠻好養的 然後他又蠻強的 極限組算是一個 平民的隱藏版神車算是很優秀 接下來呢在開服慶典這邊有很多鑽石可以領 我們點進來看一下 像是車手集結這個就有很多鑽石 之前攻略有分享過這個 邀請嘛 那你輸入旭哥邀請馬呢可以拿到880鑽 這個還不錯 接下來呢豪車雲集 一樣我們解了任務然後抽轉彈啊然後拿到車子這邊都可以再拿鑽石 越多台車可以拿越多鑽這樣 抽轉彈就可以獲得算是蠻好入手 還有這個就是 獎券這個賽車手特訓 這邊有抽可以抽到800鑽 旭哥就有抽好幾次 好接下來就來抽一下 這邊有機會抽到800鑽 好拿到高級引擎 每天就解這任務啊就可以拿到獎勵了 那這個景底車白號這邊呢有機會拼到720S算是CP值蠻高的 那拿這個幸運抽獎號碼呢就可以來抽 最好是可以說到720S那二等獎也不錯喔 二等獎有將近3000鑽 然後三等獎了10抽 四等獎580鑽 那五等獎280鑽 那基本上參與獎自然都可以拿80鑽啦 所以不賺白不賺啊 每天就記得來白嫖一下 那極速里程碑就是賺這個轉蛋券的事情有非常過 然後競速狂幻這邊也有鑽石可以拿 這個都還算蠻好解的 只是說最後兩個呢都是要課金可以拿 剛好都卡在最後兩個一個要啟動月卡一個是啟動賽季合約 那這邊可以拿到車身套件還有賽車服這個是隱藏版的 不過這要課金 有課金可以自己考慮 那要課什麼的話旭哥之前攻略有講 在那可以拿到C8還有這個GT2那一集攻略有 那接下來呢我們在主線 主線的活動這邊呢 可以領到很多鑽石 大家一看一路過來他其實鑽石給的蠻多的 那旭哥也這樣一路白嫖了好幾萬鑽了 鑰匙拿一下 然後鑽石領一下 又白嫖一台車 GT 來 不過這台GT 來獲得一台GT 第17台車入手了 然後還有這個 高級輪胎 所以我們就這樣白嫖了一堆東西啊 像旭哥這樣完全無刻 有沒有 然後 改車啊豪車啊這些獎勵都可以拿 那旁邊還有一些活動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像是什麼市價市價這邊有鑽石喔這邊有50鑽喔 然後 然後姿勢啊這邊有金幣 然後還有攝影大賽攝影大賽呢也有這個150鑽 這個記得拿一下 等一下旭哥也要來鑽一下這150鑽然後賞金計劃然後社群推薦這邊都有額外的獎勵 所以基本上很多啦 然後又 左上角這邊有那個問卷 問卷填的也會有轉蛋卷 之前有提醒過了所以大家應該都有填到了 大致上的鑽石就是那麼好拿像旭哥差不多12000了 那就是一個白嫖就可以拿到然後一堆這個好用的資源 那目前剛好17台神車 之後可能還會有新的進度 爽 然後主線後面還可以拿到更多的神車 包含這個GT430這些 好這個就是最大量鑽石的拿法就在這邊分享給大家了 最多組的禮包嘛還有隱藏版的序號 好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右上角的齒輪 齒輪點進來之後呢我們點畫面右下角的禮包兌換碼或是禮包碼兌換都在這邊 點畫面右下角點進來之後呢在畫面中間可以輸入這個CDKey禮包碼或是叫序號 好那我們就來輸入這個 NL888 輸入這個NL888 然後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再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去領取 好那接下來輸入XIAOMA888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輸入這個FAYE1019 FAYE1019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那到 這個信箱去領取獎勵 獎勵會發到信箱去這樣 好那接下來輸入下一組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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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那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那接下來還有這個BEEBEE888 BEEBEE888 立即兌換就顯示兌換成功了那我們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KINGO 然後1019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10000RACRS 它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那iOS玩家記得等一下看完後面還有講這個iOS要什麼兌換 VIP 然後777 VIP777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輸入這個VIP 然後888 接下來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領取獎勵就可以了好那我們接下來輸入GODTONE888 接下來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那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 TSUKI666 TSUKI666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所以這邊一共有將近20組的序號 那等一下還會講這個iOS的禮包要怎麼樣對話還有隱藏版需要拿法 所以這邊呢大家看一下禮包嘛這麼多你看 加上序貨之前領了差不多20組的隱藏版的序號 那這邊全部領起來啦 就可以領到非常多的鑽石啊資源都在這邊 前面也領了一堆鑽石 那iOS隱藏版的序號呢還有這個預約獎勵的隱藏版序號都會在後面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細看完這個所有的攻略 還有這個 像是綁定帳號的隱藏版的序號 也都會在這邊分享 好那有很多iOS玩家說不能兌換禮包嘛那這邊呢 直接幫大家就是攻略啦 首先我們到官方的FB粉專在昨天的下午3點33分的時候呢官方FB粉專就有提供 如何查詢預約的虛寶序號 預約虛寶序號就是我們隱藏版的序號我們點進去這個官方網站 這個www.racingmastr.game 斜線tw這邊就有這個 預約的獎勵 那這邊就可以查詢到虛寶的序號 所以每個玩家只要有預約都可以再拿到隱藏版的序號 順便拿隱藏版序號在這邊 接下來如何兌換虛寶的序號呢 iOS玩家的話呢 在這邊 這個連結 一樣是這個官網的連結然後後面再加上giftgrab這樣子 連結在這邊你也可以就是在這個網頁看到直接輸入或是說你到官方的FB粉專點進去也可以 連結都在這邊 有兩個連結一個是官方網站連結那一個是官方的虛寶碼的兌換連結 然後就輸入你的角色ID這樣禮包就可以換了 那Android的就比較簡單這樣旭哥前面換這樣就可以了 那連結在這邊www.racingmastr.gme 然後斜線tw斜線giftgrab這樣 連結在這邊 所以大家不用再來問旭哥一次幫你搞定了xhp.rb或是你掃QRcode 要不然呢你就是在右上角 點這個綁定邀請碼 點進來之後呢 在這邊輸入邀請碼就可以獲得了 鑽石然後 最多可以拿到880鑽 那這邊就輸入旭哥的xhp.rb 大概就這樣 這個是一個很像在互動啦然後可以互相輸入這樣 玩法這樣就是在這邊輸入 xhp.rb就可以了 應該不能輸入自己的啦 大家可以來輸入旭哥的這樣 xhp.rb 這邊 然後按綁定 xhp.rb這是旭哥自己的不能輸入啦可以輸入別人的 那這個是旭哥的大家輸入之後呢可以拿到880鑽還不錯